老板 还是老样子 好的 请找到 过年不想回去了 其实 我特惯念我妈 但回去又怕她失望 我们以前什么都聊 现在她就是 不停地问这问答 一天她就不停地问这问答 一开口就是保重身体啊 有没有找到男朋友啊 可惜我今年吃不到老妈的春卷了 好 你好好过年吧 拜拜 丹比曼特宁 那一个人过年 会不习惯吗 我其实挺想回去的 就是不知道 怎么回答她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长大之后才明白 唠叨你的人 才是最爱你的人 妈妈 考你问题了 苹果怎么说 苹果 橘子呢 橘子呢 橘子 香蕉呢 宝贝 开饭了 小橙帽 洗手去 松饼的味道 肯定比不上妈妈的顺卷 小橙帽 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才能吃饭哦 嗯 再多唠叨 也不会让家变得陌生 因为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永远 让我们记得来处 你的健康和陪伴 才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新年快乐 好 喂 妈 啊 我身体好多了 我挺想回来的 不过我想想 还是留在这儿好好复习吧 嗯 你和爸也好好照顾身体啊 新年我们一家 都健健康康的 好 过年不回家了 嗯 我想好好准备考试 考试嘛 回家准备也一样啊 路太远 来来回回需要好几天 爸妈也说 考试挺重要 其实我也是长大之后才明白的 有时候爸妈说不用回去了 但心里别谁都想看到你 还是回去吧 人越长大 离家越远 陪伴他们的时间就越少了 人生是一场远行 无论何时何地 时刻记得 我们还有远方的顾盼 爸 老妈 儿子回来了 累的吧 快洗手吃饭 小医生 谢谢妈 走吃小医生 走吃小医生 你的健康和陪伴才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新年快乐 我已经把那个文件发到您邮箱 您看一下 好的好的刘总 过年这几天啊 我再看看 没问题 您放心吧 除了吃年远饭 其他时间我都在工作 那我明天飞过去 当面和您谈合同怎么样 好好好 明天见啊 欢迎光临 请问您是送给 我儿子 今年五岁 送他的新年礼物 这个是和十二岁以上的孩子 您记得您孩子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玩具吗 要不这样 你帮我挑一件 挑件最贵的 您还记得 您孩子上一次最开心是什么时候吗 好像我陪在他身边的时候 都挺开心的 我小时候也一样 只要和我爸妈在一起 无论做什么都是最开心的 我想 这个应该是最贵的礼物了 我们总是对自己说 要为孩子创造更多 但其实我们忽略了 健康和陪伴才是最好的礼物 洗手吃饭啦 洗手吃饭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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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